欢迎来到我们的外交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梁俊 首先我们来看看苏丹中部的军事冲突 准军事快速支援部队而SFS三尼省发动攻击 并短暂控制了当地的军事设施 这使得已有14个月的内战局势更加负责 联合国报告称至少有327户家庭因战事逃离家园 记住我们转向澳洲 悉尼城风报刊登了一系列读者来信 讨论了最近的美国总统辩论 许多澳洲读者对拜登和特朗普的表现感到失望 并呼吁寻找新的领导人 甚至有人提议米歇尔奥巴马或安东尼的努林 最后我们关注到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的 以色列大使馆外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 一名警察被弩箭射中紧步 并在反击中击毙了袭击者 塞尔维亚内政部长称这起事件为恐怖袭击 并已逮捕多名相关嫌疑人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美联社在苏丹中部的一个省份 苏丹军队与臭民昭著的准军式组织 快速支援部队RSAF之间的战斗仍在继续 RSAF本周早些时候在塞纳尔省发动攻势 先是袭击了吉普摩耶村庄 然后转向省会城市SINGA周六 而RSAF宣称已占领了SINGA的第17步兵师总部 但苏丹武装部队发言人 纳比阿比勒勒表示 军方已重新控制该设施 战斗仍在继续 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报道称 至少有327户家庭不得不从GIP摩耶和SINGA 撤离到更安全的地区 苏丹的战争始于去年4月 已造成超过1400人死亡 3300人受伤 并导致超过1100万人流离失所 会计专家警告称 未来几个月内有7550人面临饥荒 850万人面临极端食物短缺 悉尼先驱晨报 美国目前的政治状态令人担忧 尽管拥有超过3.4亿人口和超过40亿美元的竞选资金 最终却只能在拜登和特朗普之间选择 许多澳大利亚人开始质疑 是否应该重新审视于美国的联盟 读者们纷纷表达了对拜登和特朗普的看法 一些人认为拜登在辩论中表现不佳 另一些人则认为他已过了最佳状态 应该让位给更年轻的政治家 有人建议让米歇尔 奥巴马或安东尼 布林肯接替拜登 认为他们更有能力和诚信 还有人提到拜登的拒绝让位本身 就是他应该让位的证据 电讯报尽管又报道称加沙面临全面饥荒 但联合国的数据显示 只有3%的拉瓦居民在5月份食物不足 相比之下2022年在汉马斯控制下的加沙 有14%的人口面临饥饿 尽管战争带来了诸多溃嚷 但大多数加沙居民的食物供应仍然可接受 因为加沙的朋友告诉我 食物供应充足 价格也比战前略高 哈马斯曾经盗取人道主义援助并高价出售为居民 现在物资交易恢复正常 许多西方进步人士似乎对哈马斯抱有更多的同情 而真正经历过加沙圣战主义的人却对其恨之入骨 在北极克拉半岛的黑暗中 一艘尖端的俄罗斯核动力潜艇出发执行绝密任务 然而北约的情报工作做得很好 一艘同样现代的英国皇家海军猎杀潜艇早已在等待它 两艘潜艇上演了一场高风险的猫鼠游戏 英国潜艇凭借其先进的探测技术和优秀的指挥训练 占据了优势 故事的背景设定在1975年冷战期间 讲述了HMSGV这扫潜艇的巡航任务 作者的父亲正是这艘潜艇的指挥官 他通过这段回忆展现了核潜艇在现代海军中的重要性 以及人类指挥的不可替代性 核潜艇的设计并不合理 但其任务的独特性和挑战性吸引了一群特定魅心的人才 作者对父亲的敬仰之情异于言表 他认为父亲是那个开创性潜艇时代的极出代表 拥有罕见的智慧艺术性和领导力 The Global Mail 联合国开始从加沙海岸的美国建造的码图转移成墩的援助物资 这是自世界粮食计划署因安全问题暂停运营营以来的首次行动 尽管援助物资何时能到达被围困的巴勒斯坦地区仍未知 但这一举措标志着向加沙人民提供齐需援助的重要一步 自以色列哈马斯战争爆发以来 加沙面临着极高的饥荒风险 与此同时 美国政府正试图通过新的语言提案来重启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谈判 旨在达成全面停火和人质交换协议 然而战斗仍在继续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人被迫逃离家园 面对无电无水的恶劣生存环境 援助物资的分发面临着重重挑战 包括人道主义车队遭到攻击和边际口岸的限制 The Globe and Mail 在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以色列大使馆外发生了一起一次恐怖袭击事件 一名持弩的袭击者射伤了一名警察 警察随后开枪击毙了袭击者 塞尔维亚内政部长达奇奇表示 达奇奇表示 初步迹象显示这是一起恐怖袭击 袭击者是一名25岁的塞尔维亚人 已皈依伊斯兰角 警方正在调查他可能的网络和与外国恐怖组织的联系 塞尔维亚总统伍汽奇承诺将对恐怖分子进行严厉打击 并提高了贝尔格莱德的安全警戒 包括对外国使馆和政府建筑的保护 以色列驻贝尔格莱德大使对这起袭击事件表示震惊 并对勇敢阻止袭击的塞尔维亚警察表示感谢 此次事件再次提醒人们恐怖主义的威胁和安全保障的重要性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新闻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美联社报道 希腊北部城市塞萨洛尼基在周六迎来了大约15 民元参加的年度欧洲骄傲大游行 游行主题为坚持、进步、繁荣 这是为期九天的系列活动的最后一天 游行队伍穿过市中心 最终到达亚历山大大地雕像所在的海滨 尽管有重重紧力保护 仍有15人应对游行德喊骂和仕途投掷鸡蛋而被拘留 游行得到了官方的强力支持 包括是政府和多位外国大使的参与 美国驻希腊大使乔治·克苏尼斯表示 这是关于人类尊严、接受爱和平等的活动 我们需要更多的爱和接受 荷兰驻希腊大使 苏珊娜·浙斯塔尔也表达了对多样性和平等的支持 塞萨洛尼基市长斯特里奥斯·安杰·卢迪斯 欢迎所有参与者来到这个多彩 友好的城市 强调源泉是不可谈判的 澳大利亚广告司报道 澳大利亚的社会企业部门正在迅速增长 这些企业在经营过程中 优先考虑社会和环境的益处 由于一些大型政府和私人基础设施项目 现在要求一定比例的支出用于社会企业 这一领域正在通过提供就业和解决社会问题而蓬勃发展 涉起澳大利亚叶希尔报告称 全国有超过120家社会企业 其中维多利亚州领导 拥有超过三 500家企业 新推出的人和地球优先认证系统 旨在增强消费者信心 确保资金得到有效利用 叶希尔首席执行官杰斯·摩尔表示 这一认证系统已经对澳大利亚社会企业行业产生了积极影响 帮助消费者确认他们购买的产品 确实优先考虑联合地球 沃尔本的社会企业 S.E.R.E.T. 自2009年以来支持了超过三 英明面临就业困难的年轻人 其首席执行官密贝·卡斯科特对认证系统推出表示兴奋 半岛电视台报道 在伊拉克伯苏尔的历史性阿努里清真寺的墙内发现了五个大规模炸弹 这些炸弹是 伊亚塞利亚塞阿塞利亚塞阿塞阿塞阿塞统治时期留下的遗迹 阿努里清真寺 以其12世纪的倾斜宣礼塔尔文尼 2017年被埃塞要摧毁 自2020年以来一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修复工作的重点 教科文组织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这些爆炸装置被隐藏在祈祷大厅南墙的一个特别重建部分内 伊拉克当局迅速采取行动 确保了该地区的安全 并已经拆除和移除了一枚炸弹 剩余的四枚炸弹将在未来几天内安全处理 ISIL领导人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 曾在2014年6月29月从这座清真寺宣布 导致这座清真寺在2017年摩苏尔解放战斗中被摧毁 这发现凸显了清除摩苏尔爆炸物和重建其被摧毁的城市区域的持续挑战 教科文组织计划在12月前完成阿努里清真寺的全面重建 彻底消除ISIL领导人的污名 尽管ISIL不再控制任何土地 但该组织仍在全球招募成员 并对致命袭击负责 包括今年早些时候在伊朗和俄罗斯的致命行动 西安南南汤 阿尔族手持一面镜子 小心翼翼地画着眉毛 准备参加在巴基斯坦大城市卡拉齐郊区的英语课 喜不知遥的课堂让他看到了几乎一年前在阿富汗加州试图自杀后 无法想象的未来 那一天他感到一切都结束了 绝望压倒了一切 于是他喝下了电池酸 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 那时他只有15岁 体重仅相当于一个4岁孩子 四肢因长期饥饿而受骨灵循 经过非凡的干预 阿尔佐正在康复 但他面临着新的危险 巴基斯坦正在进行大规模驱逐计划 可能迫使他的家人返回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 这种生活对女性和女孩来说难以忍受 以至于有人宁愿选择死亡 联合国高级官员称 塔利班对女性和女孩的严重侵犯 可能构成反人类罪 尽管大多数联合国成员国强烈谴责塔利班 但女性权力问题并未列入正式议程 而是将重点放在禁毒和私营部门上 阿尔佐在他的哥哥和姐姐的帮助下 从阿富汗被偷运到巴基斯坦 经过一年多的治疗 他终于可以通过嘴巴进食 然而他和他的兄弟姐妹仍然面临被巴基斯坦当局逮捕和驱逐的风险 他们只能依靠外界的少量支持者的捐助生存 The Independent 联合国表示 周六人道主义工作者开始将堆积在加沙海岸美国建造的码头上的数吨援助物资运送到被围困了加沙地带的仓库 这是美国考虑是否重新开始码头运作的重要一步 尽管不清楚这些援助何时能到达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手中 但这是自六月九日因安全担忧暂停码头运作以来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首次从码头运送援助物资 数百万磅的援助物资以及堆积如山 仅上周就有超过一千万磅被搬上岸 联合国正在调查码头是否在上个月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中被利用来营救三名人质 如果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卡车成功将援助物资运送到加沙的仓库 这可能影响美国军方是否重新安装码头的决定 即使联合国决定继续从码头向加沙运输援助 周围的人道主义车队的无政府状态将进一步挑战分发工作 与此同时一名高级拜登政府官员表示 美国已向中介埃及和卡塔尔提供了新的语言 以试图重启停滞的以色列与哈马斯的谈判 第一阶段呼吁 以色列军队从加沙的所有人口稠密地区撤出 并释放包括妇女老人和伤员在内的若干人质 以换取释放数百名巴勒斯坦囚犯 兴提的语言旨在找到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之间谈判参数的解决方案 美国欧洲和阿拉伯调解人正努力阻止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分子之间的跨境冲突升级为全球担忧已久的更大中东战争 尽管以色列与加沙哈马斯的冲突中停火的希望渺茫 美欧官员正向真主党发出警告 不要高估自己的能力 不要认为美国或其他国家能够阻止以色列领导人决定对黎巴嫩发动进攻 尽管过去一周边境地区的日常袭击仍在继续 但双方的打击似乎有所缓和 这为缓解及时恐惧带来了希望 美国已派遣一艘两栖攻击舰和一支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加入其他战舰 以其阻止更广泛的冲突以色列军队在加沙的进球和越战争后已经疲惫不堪 而真主党拥有约15万枚火箭和导弹能够打击以色列任何地方 阿莫斯或赫斯泰因尚未成功让双方缓和攻击 白宫官员表示开辟第二战线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 并继续帮助以色列自卫 然而白宫官员也不排除中东冲突可能开辟第二战线的可能性 没有停火协议 黎巴嫩和以色列边境的暂时平静是不够的 杜伦多星报报道 毛里坦尼亚的选举在周六如期举行 现任总统穆罕默德·乌尔德家族瓦尼有望连任 他在2019年通过毛里坦尼亚历史上首次民主过渡上台 并承诺尊助选举结果 家族瓦尼作为前陆军总长和现任非洲联盟主席 以提供安全和经济增长为竞选承诺 受到许多毛里坦尼亚人的支持 他们认为他是稳定的象征 然而他的反对者指责他腐败和管理不善 此次选举在地区动荡的背景下进行 周边国家频繁发生政变和极端主义暴力 毛里坦尼亚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 但联合国数据显示近6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中 许多年轻人因此试图通过非法途径前往欧洲或美国 《卫报》的一篇文章回顾了澳大利亚历史上 法律对少数群体的边缘化现象 并呼吁通过一部人权法来改善这种状况 文章作者回忆了他在小学时第一次接触到世界人权宣言的经历 以及他在发现自己兴趣向后所经历的恐惧和羞耻 文章指出澳大利亚的法律曾经剥夺了原住民与土地的联系权利 压迫女性和奥际必踢其人权群 并且在历史上对残障人士的权益关注身上 尽管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议会民主国家之一 但政府的决策仍有可能践踏人权 作者认为质量护照使用它将有助于确保议会和政府官员在制定法律和政策时能够遵循人权原则 并为公民提供在权利受到侵犯时的法律保护 但据CNN的报道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的以色列大使馆发生了一起疑似恐怖袭击事件 一名警察在大使馆外被弩箭射中警部随后开枪击毙了袭击者 塞尔维亚内政部长伊维查·达契奇奇称这是一起恐怖袭击 并表示已有几名与事件有关的嫌疑人被逮捕 以色列外交部发言人也称这是一起未遂恐怖袭击 由于以色列与哈马斯在加沙地区的冲突升级 欧洲的以色列相关机构一直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许多欧洲国家加强了对犹太机构的安全措施 谢谢您的收看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1分他们简报 网址是6.1分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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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